魏无羡并没有推门 柳姑娘也没有来开门 门自己就开了 难道这柳姑娘并不想掩饰自己是只妖的事实 屋内 红竹 红妆 柳姑娘一身红衣 盛装端坐于袖床之上 还好 总算没盖红盖头 虽说明知对方是只妖 但这一派洞房花烛的架势 魏无羡还是觉得尴尬极了 屋顶上不是还有一位吗 既然都来了 难道不进来 柳姑娘坐着没动 但声音跟刚才的温柔婉转略有不同 带着几分嘲弄 到底是千年的腰足够强势 蓝湛 进来吧 柳姑娘请你呢 魏无羡倒是觉得 这柳姑娘这样开门见山 不藏着掖着 总比装娇羞要好对付些 于是大大方方把门打开 探出身子去叫蓝旺姬 蓝旺姬推门进来 和魏无羡站在一起 这满目的红色 让她觉得既刺眼又尴尬 她想不出 这只妖的意图到底是什么 那就是说 一位是魏公子 一位是蓝公子 两位请坐 我很多年没和仙门的人 打过交道了 不知二位有何指教 柳姑娘站起来 围着魏无羡和蓝旺姬两人 转了一圈 然后在桌前坐下 如此气定神贤的腰 魏无羡还是头一次见到 以至于她有种错觉 他们不是来降妖的 而是这只妖 打算降住他们的 也是 在一只千年道行的妖面前 他们两个确实是小辈 蓝旺姬和魏无羡 交换了个眼神 也坐了下来 二位不向本地掀门 远道而来 所为何事 我自问 没有做过什么伤天害理的事 两位没有理由来想我吧 柳姑娘面无巨色 反倒是饶有兴致 今日若那白公子取胜 你欲如何带她 魏无羡反问 自然是与她行书弄之礼 共度春宵了 不是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吗 不过 今日取胜的是魏公子你 你也接了我的信花 可不要出尔反尔哟 柳姑娘调笑道 魏无羡脸不由红了 她若与你 明日她会如何 她会如何 她能如何 莫非你还会以为 我要喝她的血 扒她的皮 魏公子 您画本子看得太多了吧 扒皮喝血这种事 我还真用不着 不是每种药都做这种事的 你以为人血味道很好吗 你送给我喝 我都嫌腥 你不信 你只需看看明日你如何 我就知道了 不知 魏公子有没有这个胆量啊 柳姑娘单手拖住脸颊 侧脸凑近魏无羡 笑得格外妩媚 你大动干戈 雅跃投胡 就没有别的目的 魏无羡不动声色地往后退了退 这算什么大动干戈了 魏公子 你也太没见过世面了 你是没看到我以前做的那些事 那才叫排场大呢 今天这算什么 柳姑娘咯咯地笑了起来 我的目的就是找个会投胡的风流公子 共度凉宵呀 否则我上哪儿去找像魏公子你这样的人呢 你很喜欢投胡 魏无羡有点难以相信 难道真的就只是为了投胡 也谈不上喜欢吧 不管什么 玩几百年还能多喜欢 不过也没别的什么更好玩的了 柳姑娘的声音听起来懒懒的 那明日之后呢 你是继续在这焚扬城内 还是 魏无羡有点不知该怎么接 那可不一定 看我兴致了 想留便留 想走便走 谁能拦得住我不成 不过你放心 我还真没有害人之心 我早就过了需要害人的阶段了 柳姑娘说的倒是挺直接 我们如何能信你 魏无羡追问 信不信是你们的事 我如何能让你们信我 现下我什么也没做 你们有何理由想我 你们若担心我做什么 不妨就在这里天天守着我呀 呵呵 我不介意的 柳姑娘看起来格外高兴的样子 魏无羡不知再该问什么了 她转头看向蓝忘机 用目光征求她的意见 若这只妖不伤害她们 也不伤害其他人 她们好像犯不着与她为难 你是千年信花 蓝忘机终于开口了 这位公子好严厉呀 柳姑娘惊叹 我这次运气真好 竟遇上二位仙门公子 确实比凡夫俗子有趣几分 蓝忘机刚才听着柳姑娘说 她不用扒皮喝血 就基本可以断定 她非是鸟兽所化 她忽然想起当年在蓝室 叔父让魏英举例说明 如何区分妖魔鬼怪 魏英当时回答说 妖者 非人之活物所化 比如你身后这棵树 沾染书香之气百年 化为人形 有了意识 作祟扰人 此为妖 再看看眼前这只妖 她让自己姓柳 出现在这信花盛开的焚羊 以信花红为名号 递给魏无羡的那只信花 又红得格外与众不同 于是蓝旺鸡就大胆猜测 她是千年信花修炼所成 蓝旺鸡和魏无羡都知道 草木修炼为人形 远比鸟兽要难得多 时间也要长得多 而且修炼成精的草木 一般也不会如同妖兽那样伤人性命 因此二人这下才真的松了口气 放下心来 你既不伤人 那我们就不打扰了 魏无羡有点不好意思了 毕竟今日之事 都是因为自己没搞清楚 这雅月头湖的状况 冒昧打扰了这位千年信花精 魏公子这是要走 你既对我无意 为何来参加这雅月头湖呀 柳姑娘倒也不恼 我们只是路过 听说雅月头湖胜者 可以赢得信花红 我 我还以为是坛酒呢 对不起啊 我不是故意来搅局的 魏无羡确实有些不好意思 我不比一坛酒更让人惊喜吗 还是说 魏公子你 不喜欢女人 你喜欢男人 没关系啊 我变一个 保证啊 比他还俊 柳姑娘说着 伸出食指 笑嘻嘻地指向蓝旺鸡 这下蓝旺鸡和魏无羡 一起红了脸 毕竟他们两个 加起来也只有几十岁 在一只千年的腰面前 实在有些不够瞧 不用不用 你不用变来变去 你这样就很好 我是成了亲的人 本不该来这里的 我没有别的意思 也不是对你不敬 魏无羡 速来能说会道 此刻也有些语无伦次了 哈哈 我当然知道啊 你的夫君不就是他吗 你俩还真有意思 哈哈哈哈 柳姑娘哈哈大笑 又一次指向蓝旺鸡 魏无羡睁大了眼镜 蓝旺鸡低垂下眼帘 这有什么好惊讶的 我可是腰 你们两个一进来 我就闻得出来 你身上都是他的味道 他身上也都是你的气味 放心 我不为难你们 再说 你们两个灵力强大 我也不能把你们怎么样 陪我说说话 可好 我已经有上百年没和人说过话了 实在闷得慌 这才下山来的 柳姑娘说到这儿 声音似乎有些落寞 你知道离手 蓝旺鸡见魏无羡不知如何应答 找了个话题替他解围 知道离手有何稀奇 现在雅月头湖 已经不流行离手了吗 柳姑娘反问 离手乃古曲 琴谱已经很难觅得 蓝旺鸡实话实说 哦 我上次玩头湖 已是三百年前了 那时 大家都是弹奏离手 人人都会的曲子 也会失传 唉 人 活得太短了 什么东西都不能持久 柳姑娘的情绪 突然就低落了 你的骨色谈得非常好 蓝旺鸡不会安慰人 只能陈述事实 能不好吗 都谈了五六百年了 我旗指色谈得好 我什么都会 可是 都没什么意思 柳姑娘淡然一笑 你 一个同伴也没有吗 魏无羡好像突然就能理解 这位柳姑娘了 小心翼翼地问她 一只妖 哪来的同伴 小朋友 你以为草木成经 是件很容易的事吗 柳姑娘与之前的强势 判若两人 所以 你太闷了 就来这里找人说话 魏无羡终于完全明白了 是啊 只有这里可以不问来处 萍水相逢 逢场作戏 正适合我 不是吗 柳姑娘站起身来 从房间的角落里 拿出一个头壶 又随手从桌上 抽出两只箭矢 看也没看 反手就投了一对双耳 然后回过头来 对魏无羡说 魏公子 你看 我头壶也绝不会输给你 蓝王鸡和魏无羡都沉默了 他们不知道该说点什么 我也曾对人用过真心 我也曾被人伤过心 但后来我明白了 腰与人 总归是殊途 动情不过是自寻烦恼罢了 所以我很羡慕你们 我从没有机会与谁共进退 也从没有与谁一起撑过我们 柳姑娘一边说话 一边继续投壶 确实厉害 怎么投怎么中 不过 今天我能遇上你们 也算幸运了 跟你们说话 至少可以说实话 不用装腔做事 我有很久没有这样说过实话了 我还得好好谢谢你们呢 蓝公子 你说离手已失传 可你却明明知道我谈的是离手 可见你是习秦之人 还有什么失传的你想要的古朴吗 可能对于我而言都不是古朴 你看 活得久也有好处不是吗 柳姑娘坐在桌前 手一挥 一架骨色就出现在桌上 蓝战 有没有 魏无羡本就觉得 他们一直不说话 实在是失礼 难得找到件可以做的事情 就连忙去拉住蓝旺鸡的衣袖 广陵伞 失传已久 蓝旺鸡不假思索 脱口而出 你记习琴 能听音记谱吧 桌上有纸笔 我谈 你自己记谱吧 柳姑娘没有任何迟疑 开始抚琴 古朴的琴音 前奏轻透而有序 中间启程转合 本是以一扬顿挫的 沙伐之气而闻名的广陵伞 不知为何 听起来却有一种伤感的气息 蓝旺鸡一边听 一边在纸上记下琴谱 魏无羡也听得入神 听到感动 大概只有最寂寞的人 才会有这样寂寞的琴音吧 一曲终了 谁都没吭声 许久 魏无羡才喃喃开口 柳姑娘 你弹得太好了 我之前就一直想学古色 今日听你一曲 我回去一定学 你想学 可惜 你们只是路过 而我也不愿意离开坟阳 否则 我倒是可以教你 柳姑娘轻轻地笑了 没想到 这些曾经耳熟能详的曲子 都已经成为 失传已久的古曲了 看来 我在这世上 真是已经太久了 世人都想长生 魏无羡也不知 该如何安慰了 是啊 我知道 算了 不说了 你既想学 我就把这古色赠予你如何 我既送了蓝公子一手广灵伞 那就送你一架古色吧 柳姑娘拿出琴套 将古色装入套中 你们是先门的人 有乾坤袋吧 你把它收起来吧 那怎么行 这也太贵重了 魏无羡当然知道 习琴之人 对于自己的琴 不要说送人了 一般旁人 连碰都不让碰 对人而言 才有贵重之物 对妖而言 何为贵重 这本就是我自己制的琴 无非是年头久远而已 我再制就是了 再过些时日 我新制的 也会变成古物旧物的 不是吗 给你 你就拿着 你我也算有缘 柳姑娘既伤感又诚恳 魏莹 你收下吧 回去之后 让叔父教你 蓝旺姬明白 对于一支千年的妖来说 贵重与否 已不能以常人的认知来判断 此情此景 若一味以常人的认知 来推辞柳姑娘的这番好意 反而是确之不公 那我就多谢柳姑娘了 我一定好好学 不辜负这家古色 魏无羡也懂得蓝旺姬 为何让她收下这份厚礼 起身向柳姑娘行了谢礼 好 等你学会了 再找个杏花开的时候 去焚羊城外的杏花林 去那里弹广灵散 我听到琴声 一定会出来见你 我已经很久没有会过朋友了 柳姑娘的眼睛里 有几分期待的神色 好 一言为定 我绝对不会食言 魏无羡深深一拜 蓝旺姬也起身随她一起 拜别柳姑娘 夜已经深了 蓝旺姬和魏无羡 一起走在焚羊城空旷的街上 如水的月光 将她俩的影子 投射在青石铺成的路上 蓝战 你还记得在北越 私命说的话吗 记得 蓝战 将来 即使三生三世已过 我也不想回什么九重天 不想做什么神仙 虽然我现在记不得九重天的事 但是我想 做神仙一定非常孤独 非常寂寞 好 不回去 我和你一起 不管私命怎么为难我们 我们都不回去 可以吗 可以 你会不会后悔 不会 不会